欢迎回来感恩大家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跟着网上这个我称为4321糖醋和包蛋食谱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个糖醋和包蛋很下饭 记得要多煮米饭了 鸡蛋是蛋白质的优质来源 它含有人体必须的八种氨基酸 蛋白质质量和氨基酸构成都很完美 是人体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 材料当然是鸡蛋了 灵魂酱汁就是4茶匙黑醋 3茶匙糖 2茶匙酱油 1茶匙料酒 这道菜最重要的就是调个灵魂酱汁了 记住这个黄金比例就可以做出完美的糖醋和包蛋了 鸡蛋打入碗内 这样可以避免要煎的时间手忙搅乱 煎荷包蛋时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用热锅凉油 首先我们需要将锅烧热 这样在煎蛋的过程中就不容易粘锅 转小火慢慢煎 这样煎出来的荷包蛋不散也不会粘锅 香香嫩嫩也不会丢失营养 就好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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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照片 醋 酒 鮑脂 鮑脂 把煎好的荷包蛋倒回锅内 倒入灵魂酱汁 让鸡蛋慢慢吸收 放入灵魂酱汁 摆盘了 开吃了 不懂要煮什么就做这道糖醋和包蛋吧 简单美味可口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赞是给我最大的鼓励感恩大家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喜欢简单食谱 因为我相信美味的食物也一定要简单可以快速完成 毕竟每天的事情已经这么多了 对吗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 最后来给大家总结一下煎和煲蛋的两个小技巧 第一是热锅冷油 第二是小火慢煎 我每天都会更新新食谱哦 记得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